二次公聽會 那所以這一次 因為法規規定就是要做兩次的公聽會 所以有些可能地主 在座的地主都已經有聽過前面的部分 那我會比較簡略的帶過 那所以也是會針對這一個案子的 這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和合法性這些進行分析